понять Jenko Abergeron 你剛才說得到想課上課了嗎 無聊呀 你現在正要嘗試上課 買個餐館才會有課 但你現在去哪裡 拿去看看委員會 我有一些肚子餓,一不一早吃東西 快要B-Termal B-Termal,吃那麼多,我們都要吃東西 一起去吃 近來都沒有什麼好吃 怎麼會呢?聽人說Star Wars是新的 是嗎? 不如一起去試試吧,反正我沒試過 那你就去試試吧 反正,其實都不會很久,不吃兩種那麼久 那啊? 就這樣說吧 這裏超多人的 不是,我想很快去而已 但是這樣排兩排 不,去CYM吧 但這個時間CYM很合適 不,不可以去HU 這個時候都坐滿了人 其實這個時候都坐滿了很多人 不如去CYM吧,就越少了 我好像有一點點,待會看到腹部和馬身 對啊,我突然想起了 我還沒試過,待會的National 我還是先走了 CYM吧 其實語言行為包括了很多舉動 例如有請求、命令、通知和詢問這四種 而語言行為亦分為了直接語言行為和間接語言行為兩種 而以上的例子呢 就主要是用了間接語言行為這一種的手法 當男生跟女生說 其實我都很想試一下 其實呢,這是一種間接向女生邀請他吃飯的一種方式 但當女生說 他其實都有很多readings要看 其實都是女生間接地拒絕了男生的請求的一種方式 而之後女生亦都說 好像很多人一樣 其實他就間接地表明了 他不想和男生一起吃飯 由於女生無意和男生一起吃飯的關係 但是呢,他也提出了很多藉口 他拒絕了男生的要求 就好像這段時間 莊耀明很難找位 S.U.C.E.也十成滿了 好像遠了一點 還有他也提出了他待會要上明華去上課等等的藉口 其實這些都是間接語言行為 他拒絕了男生跟他一起吃飯的這個要求 間接語言行為和直接語言行為 最大的分別就是在禮貌上 間接語言行為 通常都教直接語言行為 溫和和友禮 因此間接語言行為 都通常會教直接語言行為 在社交場面上用得較多 今次就很多謝各位收看 由語言學學會和校園電視合辦的 Lingo Linguistic節目 多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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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各位